西班牙项目Catalina是为生产可再生清和安而创建的,目标是明年年底开始建设第一阶段。 作为新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,该项目将由一家位于丹麦的能源巨头领导。 哥本哈根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宣布,他们已与西班牙能源公司Anagas、Natergy和Fertiberia合作,丹麦的一家锋利涡轮机制造商也参与其中。 两家公司将共同在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的Catalina Faze一项目上开展合作,该项目涉及发电量高达1.7级瓦的太阳能和风能。 它还将包括一个500兆瓦的电解槽,每年能够生产超过4万吨可再生清。 该项目随后将通过管道将阿拉贡与西班牙东部的瓦伦西亚连接起来。 这条管道将有可能将H2运输到绿色氨设施。 根据CIP,氨将被升级成肥料。 Catalina项目最终将利用太阳能和风能来生产可再生清。 在初始阶段之后,该项目将继续推进开发5级瓦的太阳能和风能联合发电。 这将用于为2级瓦电解槽供电,以产生绿色H2。 项目规模巨大。 一旦完全实施,Catalina将生产足够的绿色氢气, 以满足西班牙目前30%的氢气需求。 CIP的一份声明说。 该项目的融资尚未公开披露。 尽管如此,CIP确实解释说, Catalina项目将通过清洁能源, 可再生氢气和氢气储存, 为西班牙的恢复、转型和弹性计划做出重大贡献。 去年12月,西班牙政府表示, 佩尔特将动员163.7亿欧元的资源。 据西班牙当局称, 私营部门将投资94.5亿欧元, 另外69.2亿欧元的资金来自Pert。 该项目将仅从风能或太阳能中生产可再生氢, 作为一种零碳燃料, 不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。 在许多欧洲国家, 氢气生产已成为脱炭的主要组成部分。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, 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, 立即注册。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。